所以 我跟大家在学里有一段姻缘 这个语言 会有一个时间 时间到了 我们各走各路的 但是我们 作为一个法师该讲的要讲 该说的要说 不然的话我们能够聚会 一处 非常难得 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认真努力的 去学习 真的这个人生太苦 现在为什么 我们感觉不苦 死后会到而已 死后到了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苦 所以 清朝 在杭州这一带 有一位老菩萨 你看这位老菩萨 他的家庭很富足 而你孝顺 媳妇又很孝顺 你说这种的人生 幸福还不幸福啊 还幸福的 但是最后呢 他悟出一个道理 人生无常 为什么无常呢 因为我们有生老病死 每个人避免不了的 求不得爱别离 每个人都离不开 为什么会苦 舍不得 所以苦 你能够舍得会苦吗 自在 时间到了 我们就走 所以我跟大家在学里 是一段时间 那言道了 我们就一定有障碍 所以这位老菩萨呢 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他在想 有没有一法能够永恒 得到自在 而了生死 脱离苦海 谁他想要修行 他有上根 年龄72岁 在杭州 人家72岁 就有这个道理 我们几岁 可能我们比他跟老爷有 还不错 还抓住在那边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哪一个是你的 没有是你的 连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 何况外面的 你不要每次跟人家说 这个是我的 所以他想这个道理怎么办 怎么修行 所以到这个孝池安 杭州到现在还在 这个孝池安 那孝池安里面有一位老和尚 那法号是谁呢 是谁啊 叫做道元老和尚 得到的道 原来的缘 就问这位老和尚 我想要脱离苦海 我想要修行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八万四千法门 方便 简单 容易 快速 哪一法 适合我修行 道元老和尚 直接了当 就跟他讲 老胡萨 他说呢 欲脱苦海 五过疑念佛 念佛不难 难在持久 持久不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异心 我们念佛话很简单 四句 能不能能 维持每一天 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也可以容易 做得到 哪怕是喜气重 但是要达到异心 这个有时候 有点困难 念佛的时候 三经两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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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知道 想到哪里去 他外面的 那个工作还没好 里面的 这个还没整齐 家里老公 怎么找我们 一大堆出来了 一边念佛 口在念佛 心喏 散乱 等下相当人 这个样 等下 等下 在主的这个样 反正 身心良意 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 这个 道员老师就跟老师讲 跟这个老菩萨讲 只有这个方法 你要快速简单 但是最主要 你能够万元放下 你将来能够 直持敏号 老实念佛 你会离苦得乐的 脱离苦海 你说老菩萨听到这句话 开不开心 很开心啊 回到家里 把所有的事物 交给他的儿女 交给他的媳妇 通通不敢 通通也不管 通通也不做 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了多久 一年 一年过后 又来找到这个 道员老儿上 来问老儿上 我该放的放的 你叫我放下 什么也不管 我什么也不做 什么交给儿女 但是我的心 为什么不能打到一心呢 我也继续念阿弥陀佛 每一天不断的念佛 拜佛念佛 但是为什么打不到一心呢 一心捕乱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做不到 说实话 很难 但是念佛功夫成变 可以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机会 所以 这个老儿上就告诉 这位老菩萨 你 虽然事物已经放下了 但是呢 有一件事 你没有放下 这个道员老儿上 有神通 所以有时候 去见那些老儿上 有修行的 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人毛病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以前 去见老儿上的时候 眼睛不敢看他 明白吗 不敢看他 知道 你这个人有毛病 所以你要看一个人 看他的眼睛 这个人眼睛是怎么样的 这个烦恼喜气重的人 从他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 他就跟他讲 你什么都放下 但是有一件事 你还没放下 哪件事呢 你对儿你的倾挂 对儿你的倾挂 对儿你的倾挂 你没有放下 你是不是这个样 老菩萨承认 师父虽然 是啊 已经放了 但是对这种的 家亲建属 而你的感情 我到现在好难 如果你放不下的话呢 你就很难了啦 所以你真的想要 欲脱离苦 没有别的路 你要放下 然后呢 支持这句名号 你才能够成就啊 你才能够打到一心啊 但是这个老菩萨有上根 听道员老和尚的话 我们很多信徒 法师师父跟他讲什么 他都不听的 自作聪明 哎呀 师父好难啊 这个怎么样 怎么要找借口了 那没办法 没想到 这些老菩萨 落实在这个生活 一心一意 真的 百不管了 所以在杭州这一代 他的这个名字啊 叫做 百不管的老太婆 老菩萨呢 很有名气 所以啊 真的 他放下了 一年过后 又来找到 这个道员老和尚 来找这个道员老和尚做什么呢 就是跟道员老和尚道谢 而且告诉老和尚啊 说 再过几天呢 阿弥陀佛要来接应我了 我现在啊 跟老和尚说一声谢谢 因为你的慈悲的教导 我现在啊 真的 我已经要到西方净土了 真的呢 数日后 真的三天后 他真的已经走了 一字十字 坐着往生西方净土 寿命七十五岁 三年 所以 口 说 放下 虚言 但是有时候 也真的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们要 一点一点的放 对世间的牵挂 留念 我们一定要好好放下 除非你还搞六道轮回 如果你这一生真的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了生死像这位老菩萨 为了要脱离苦海 他下定决心 因为他明白 到了西方净的世界 他还会有能力 来到这个世间 来看谁 来照顾谁 你们不是对这个世间 有一种感情吗 你不是对这个世间 放不下吗 你只要到西方净土的世界 你随时随地 都能够到这个世界 看看你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看你的家亲眷属 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为什么西方净土的世界 在佛说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距离西方净土的世界 过十万亿佛土 意思就是说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机会 随时随地 都能够回到这里 你看到 雪梨尽忠 雪梨的同修 看到你的 家亲朋友 种种的 所以 修行 关键就在行门 行门的意思 你能不能放得下 那个才是关键 但是这个放下的关键 是在心 不在事 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 所以 这个 晨灯 俱老居士 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 妙在哪里 妙在哪里 不理世间法 他不理世间法 我们随时 随地都能够修 但是心里面 很清楚 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感谢大家